高雄市民期待已久高铁南沿高雄站 交通部日前曾对高铁南沿状况做说明 左营站衔接到屏东的路线 预计年底前会有结果 但在新任部长上任之后 因为没有专业背景又捋出惊人之语 让地方质疑并且反对高铁捷运化 希望新任部长能够听取意见 做出决定让高铁设在凤山站让他共购 高铁左营站距离台铁 高雄火车站直线距离大概6公里 在这样短距离设置两站的高铁停靠站 无疑就是将高铁捷运化 让快车变成慢车 我要请交通部慎重的考量评估 以地方发展前瞻性及高铁营运的效益 最佳的一个规划方式 就是设站在凤山火车站让他共购 不止民代质疑 陆权团体和地方商圈也担心 高铁南沿岸会有变数 呼吁新任部长必须南下听取地方意见 让高铁南沿岸有所进展 陈世凯陈部长 他是一个政治任命的交通部长 那我们对于他的交通专业是抱持比较质疑的态度 因为他本身就是从议员出生 他也没有经过一些交通专业的历练 这是我们担心的地方 之前的前任部长李孟燕 他是说他希望说将高铁延伸到高雄市区到屏东 那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突破性的一个说法 那当时候也引起那个一些回响 那陈世凯部长因为他可能因为是政治任命 他对于这个高铁延伸议题 态度会比较保守一点 他可能会把这样之前的高铁 从新左营延伸到六块与错 当作是一个定案 那这个是我们比较担心的地方 我们是希望说就是陈世凯部长 应该要到高雄请听民意 高雄车站这边附近有将近十个行政区 四个行政区都是以前比较旧的社区 你如果高铁有进来带动整个高雄行政区 再次的蓬勃发展 你希望部长 新部长有机会来高雄 我们火车站旁边周边 听听我们这边附近的基民的民意 高铁站往南走到底会经过哪里 需要完整的环境评估 也关需到地方发展 地方人士也希望新部长 能够多参考专家的意见 广难民意 好好规划一次做到位 让期盼已久的南沿岸顺利执行 记者张世民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